对头机把满满的地砖 统统倒进卡车里头 一旁还有工作人员 忙着指挥交通 引导路人通过 这里是西门町的峨眉街 原本铺在马路上的地砖 统统都被挖了起来 要改建柏油路 但这也引来附近店家不满 这一条街 五年内反反复复已经 它挖了三次 挖了又甜甜的又挖 挖了又甜甜的又挖 从一开始的柏油路 然后挖成徒步区的红砖地 我们目前在人道面砖更新的部分 其实是早年一二十年前 这个发展区在那边做的 西门町的造成计划 它突然因为突然已经老旧 所以我们还是更新了面砖 那这个更新面砖的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跟我们今天铺处的地方 其实是不同的位置 因为施工受到影响的店家 忍不住抱怨 这附近的路段 已经反复挖路铺路好几次 先前也因为马路施工 一挖就长达一个月 影响动线 没客人上门 导致业绩一落千丈 这一回虽然施工路段 不在他们店门口 但也惨遭迟余之殃 它也许是告知到那条巷子 但是它是整条 连包含我们这条巷子 也都封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非常奇怪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万寿里长来提出来 这样的需求 说附近已经有一部分 已经感染了一些 希望我们把这个巷子 也感染了一些的路面 新工处出面澄清 这次的施工路段 是因为当地里长认为 地砖受损严重影响出入安全 才会要求改铺成薄油路 整个工程会在一天内完成 将施工不变的影响 降到最低 记者吴志恒 夏威夷台北报道